我可以演現場的另一半啊 後補 後補我正在報名 大家好 我是Tayla 我這次飾演的角色是小P 就是Verso的公關 最主要的戲就是跟 協助Damien開幕的宣傳事宜 這樣子 因為其實當初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角色其實跟我平常蠻像的啦 所以做功課可能就稍微研究一下 就是你們給我的那些台詞的數據什麼的 然後其實蠻做自己的 我第一次跟謝家健合作 他這個人非常的體貼 就是很多東西他可能會 就他非常的沒有距離感 然後就是很多人就是 在演戲的時候他可能會有一些 互動啊什麼的 是他就是有一種讓你安息的感覺 對 像我演示他可能會拍拍我啊 或是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合作起來感覺蠻好的 那如果PuFuFu還有第二集的話 想找你繼續來演這家店的公關嗎 你會願意願意願意 我可以啊 我可以演這家店的另一半啊 後補 後補也在報名這樣 可以啊 當然 所以裡面好像有點慘 都是啊 只是我跟 就是這家店的目標比較多嘛 就是 小瓜哥給我跳 那導演呢 導演很溫柔 而且導演很 就導演是一個很nice的女性 然後因為一開始我對於台詞的部分 有一些想法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可能想到說 我正在我youtuber的角度去看待這些台詞 因為 畢竟我講的東西就是比較是KOL的數據的東西 所以我可能就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然後我跟導演提起的時候 導演是立刻就是 以一種 可以啊可以啊我們來討論的那種型態 我覺得 我覺得蠻開心啊 就是蠻被導演不中 然後 也覺得導演憲哥很open mic的 這樣子 你句話推薦酷蓋爸爸 嗯 就是 我覺得多元有線人的 內容 在 台灣現在越來越被看到 然後我個人立刻答應 接這部戲 就是因為 我連劇本都沒看 可是我就是希望 就是這樣子類型的劇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我覺得愛是多元的 所以戲劇應該是多元的 我就惹了 大家一定要記得去支持 酷蓋爸爸喔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